疫情持续严峻 每日确诊个案 培回7000多至近万宗 自第五波疫情以来 已经有超过9600人染疫离世 超过九成半是60岁或以上长者 根据世卫资料 60岁或以上人士感染之后 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症 和可以引致死亡的并发症 例如急性呼吸困难综合症 败血症、多重器官衰竭等 科学数据显示 例如新冠疫苗能有效减低感染之后 人士的重症、病发症、死亡和长生冠风险 疫苗副作用一般轻微和短暂 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 即使需要长期吃药都可以接种 变异病毒株传染性极高 现在80岁或以上长者 只有七成打了第一针 即是还有大约11万个长者 处于非常高风险的状态 外护家长者不要再等 尽快带他们打齐三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